小孩子到了学校 早餐他们都不怎么吃 我们只能在家里 用心一点给他们做点了 今天铁头搞了点猪杂 配上米粉 做一份猪杂蒸米粉 给他吃吃 蒸米粉 汤米粉 在我们这儿是最常见的 这个米粉我们用温水 给它泡上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这瘦肉和粉肠 我们稍微给它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粉肠里面它是白色的 不要搞那些黄色的 这白色的随便给它抓一抓就可以了 里面那些粉我们不要把它弄出来 这粉肠里面没粉 它是没有灵魂的 这一小块猪肝我们先把它切片 再来洗 把它的血水给它洗掉 这猪肝不用切得太薄 切得太薄它口感没那么爽口 我们用流动水都给它冲一冲 抓一抓 血水出来后 腥烧味就没那么重了 把这猪肝的颜色 洗至变白就可以了 再把粉肠和瘦肉给它切一下 这粉肠我们给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这瘦肉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尽量薄一点 它熟得快 切好我们把它放到猪肝这里 调味盐质 外面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 这胡椒粉我们要多一点 主要是靠它压制它们的腥味 一丢丢的生抽 不用太多 还要来一点土榨花生油 用手给它抓均匀 肉准备好后 我们这米粉也已经泡发好了 远了 能打散就可以 不要把它泡得太烂 泡得太烂 它口感是没那么好的 先给它打散 再把它倒在立篮中 把水分给它控掉 这米粉控干水后 它是又弹又爽的 然后再次把它放回大盆中 这米粉我们同样要给它调个底味 少许的胡椒粉 来上一勺的生抽 给它调颜色 先用手给它拌均匀 想要蒸出来的米粉 口感不会干巴巴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 给它加上点花生油 给它捞一捞就可以了 加点花生油进去 那口感会比较滑 比较香一点 吃起来也不会干巴巴的 一边给它拌均匀的就可以了 取个大点的蒸碟 先放入米粉 再把我们腌制好的猪杂 均匀的给它摊上去 尽可能的不要让它们成叠在一起 让我们蒸出来口感会好一些 这猪杂加点花生油去腌制 已经非常香了 好嘞 下锅蒸它 锅中的水 我们要等它先烧至大开 蒸东西一定要火大气足 来 放入猪杂米粉 把锅盖盖上 大火给它蒸 八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时间到 蒸了八分钟 这猪杂刚熟 是非常爽口的 最后我们给它蒸点葱花 点缀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简简单单 这份简单快速营养丰富的 猪杂蒸米粉就做好了 猪杂入味爽口 米粉筋道有Q弹 爱吃米粉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了 小杂用的 小杂用的